台北市長候選人禮拜五要辯論了 結果柯文哲一來已經重感冒 一個禮拜你看一直遮著嘴巴在那邊咳 二來網友又挖出來對他不利的消息 讓柯文哲火大地說要提告 明顯了 明顯了SOP 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 弄弄比一 太講公益政策 不到30秒就猛咳嗽 幕僚端著水 一旁stand by 週五辯論在即 就怕柯文哲未上戰場 人先病倒 跟準備聯考一樣 只有更好沒有最好 其實感冒沒辦法練習 練沒有兩分鐘就下來了 禮拜五考試還很遠 今天才禮拜二 三四五 還很多天 講到辯論 柯文哲還能輕鬆北戰 但這正讓他頭大的對手 遠在太平洋另一端 應該叫我們律師積極地去跟他處理 看他怎麼去解決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家有吹牛過度 被美國作家葛特曼在新書指稱 柯文哲到大陸買器官 2012年還在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面前作證 影像記錄全副光 雖然葛特曼為殖民口中所說的臺灣民營是誰 但上個月21號又在加拿大國會陳述說十年前柯文哲曾到大陸替病人協商肝臟腎腎的價錢 經過一番應酬 最後取得大陸國內價 執名道姓 內容和書中一模一樣 我想只要去問台大醫生就知道了 因為我沒有做器官移植手術 但是扯到我就不對了 什麼時候要回答 不然我就要告你 一般是這種口氣對付他 不然就躲起來了 從一清白 議戰被質疑 柯文哲火大自欣 暗指葛特曼做偽證 要採取法律行動捍衛名譽 北市長選情緊繃 葉柔帆外篇上演 極力拉扯下 就看柯文哲如何接招 記者林東平 林冠志 台北 蔡文光島